嗨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的開給你看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 孔龍老師 大家好 在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請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OK 我們今天到底要開什麼主題呢 今天要開的就是 拍張照 反應類遊戲 請老師先幫我們 總的來說一下 何謂反應類遊戲 你可能透過眼睛 手 或者是口語 可能要說出什麼 在一瞬間你再看到一些 就透過遊戲機制 你可能要去做配對 對應 然後要迅速做出反應 所以這種就屬於反應型的遊戲 OK 拍張照裡面總共有 十隻不同的動物 好 那怎麼玩呢 我們這些動物一開始 其實我們只會放四張 那我們一樣會帶入一個情境主題 譬如說我們就會跟小朋友說 我們要去動物園玩 那我們去動物園玩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會拍照 所以我們就要來比誰獲得的照片最多 到時候他就是贏家 怎麼樣可以獲得這個照片呢 就是有兩個骰子 兩顆骰子總共12面嘛 就會有兩面是特殊牌 特殊牌其實就是拍照的這個圖案 那你當你知道這個拍照的時候 你不需要經過任何的努力 你就可以直接獲得一張照片 它的反面其實就是動物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放入你的獲勝項本裡 遊戲如果是指導 就是其他動物 譬如說我現在指導的是大象跟鸚鵡 那我們就要直接看 這個牌面四個裡面有沒有大象跟鸚鵡 我們兩個是一起做反應 一起伸出手去拍它 如果有拍到的話就會變成我面前的這一個區域裡面 這還不算是我獲得的像本 它只是算我的區域裡面 第二次紫骰子 然後我又拍到它的時候 它才會成為我的獲勝項本裡的照片 所以它有兩個階段 與此同時如果譬如說 恐龍老師發現我的這個裡面 它有拍到的話 就是我的這個照片就會變成 變成恐龍老師的展示區裡面 但也還不屬於恐龍老師的獲勝項本 就是要它第二次再拍了 才會成為它的獲勝項本的照片 那我還要再補充一個 從來沒有公開過的遊戲的小秘密 當初我看到這一個遊戲的樣本的時候 十個動物裡面大概都是來自不同的州 就是說可能有非洲、澳洲、亞洲、北美洲等等 甚至北極 但它裡面就有一個是蛇 然後我覺得就是台灣、亞洲區這邊的消費者 有一部分其實沒有很喜歡這個動物 所以我就問他們可不可以畫別的動物出來 原廠啦就幫我們想到一個就是 亞洲區的動物就是Panda 放我們發行了這一個亞洲區的版本出來以後 沒想到就是法國的客人也非常喜歡 然後甚至今年全面整個俄羅斯 他們發行的也都是貓熊的這個版本 很明顯的大家更喜歡貓熊 我們就參與了一部分的遊戲設計囉這樣子 我們就緊接著直接來示範一下這個遊戲要怎麼玩 那一開始我們先放四張動物卡在中間 然後這邊是補牌用的遊戲牌就可以開始直骰子 那目前看到的是一個豹跟鱷魚 我們就可以拍 好拍到的移到我們自己的展示區來 好然後我們現在就再直一次骰子 再換下一個人一次骰子 來 直骰子 好 欸 頭壞 好 那就又到我的展示區來 是 拿來弄一張 對 然後換我 我們速度可以快一點 是 好 你的 欸 這邊還有一個 好 兩張都是 所以它可以抓很多張 對 對 對 好 換 好 好 問個問題啊 我們不可能可以抓三隻啊 可以啊 你手夠長的話 欸 你可以直接拿 所以我可以拿一張 我可以拿一張 直接放到尾 好 給它再一次 好 OK 那這個我從已經拍了第二次了 我就可以直接 就能進入你的項目裡面了解 其實這個遊戲真的非常簡單 大概30秒就可以理解完畢 是 老師 你有沒有 就是在實際幼兒園班級應用上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美感 對 那因為其實講到反應類遊戲 看似就是說非常精彩非常刺激 可是我們常常歡樂的背後呢 總是有快樂的事情 大概只有一個人有吧 為什麼 因為只有一個人獲勝 如果說你在玩的過程中 沒有搶到東西 那是一直還蠻難過的 所以我們會想強調說 學靈先生的他的心理反應 因為這遊戲有些掠奪感 例如我知道了Panda 那我是不是這邊沒有 我要去抓你的 對 那抓到你的時候 那就變成我的 被拿走的那種感覺 其實還蠻撕裂 對一些孩子來說 然後或者是剛接觸桌遊的小朋友 哇 這怎麼會這樣 東西不見了 那種感受非常的強烈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額外加了這個 萬佑 噔噔噔噔噔 這就是誘人的小句 傳說中的雪花片 超好用 就當成是一個計分的東西 噢噔噔噔噔噔 例如剛剛 這卡片是你的 嗯 我老師直過骰之後 出現這樣的東西 一個是 這張機 那我剛剛沒有話說 這個是我的 沒有問題 那我知道這個的話 我快速的拍到你們家的話 原本這張卡片是我的對不對 對 我改成是 你拍到別人的 恭喜你 你可以得到一個雪花片 噢噢噢噢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他的還是他的 對他的還是他的 我努力的去做那件事情 我完成了 所以我得到獎勵 所以就可以減少他那種不舒服感 對 其實我覺得老師 這一段其實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去觀察孩子 能夠接受挫折的程度到哪裡 如果當是越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給出去的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可能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變化版 對 就是循環漸進 對 最後他如果他比較能接受的時候 多玩幾次 慢慢的說那我們先拿看看 讓他慢慢接受 其實就會玩遠行的遊戲也很好啊 就是進階再進階 對進階就一步一步來 還有包含家長有時候跟孩子玩也會生氣 說你為什麼拿個東西走就這麼不開心 可是我們如果能真正的反應到 了解孩子心理狀況的時候 大家都開心 玩遊戲就是要開心 不要玩完之後就說 那我們這個遊戲收起來 這樣子之後就不再玩 就蠻可惜的 就是好像會有一點陰影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不管是家庭的兩三個人玩的 甚至到十五六人 一個班級裡面 學校團體的 都可以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我剛剛有發現就是他每一個卡片 都是以一個顏色為主視覺 所以骰子有的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細節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其實你看他背景色整片的顏色 可能用一個黃色來代替 用一個白色來代替 你就知道你要去拍哪一個動物 這個其實也可以很適合樂靈桌遊上來 因為老人家的眼睛可能已經沒有辦法看得那麼細 那我們就用一個大致的顏色來取代 一定要是什麼動物這樣 OK啊非常好 今天非常謝謝恐龍老師 跟我們一起分享反應類的遊戲 那我們這個大單元就是 幼兒園適合的桌遊 之後還有更多新的影片 想要持續收到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喔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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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訂閱 AND 今天 black 影片 chemical back